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当然呢 这个两个人不同选区 但一直都是引领议题很重要的关键人士啦 那徐晓星最近打蛋 关于超私的遗云 公布了很多的资料 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 想不到呢 昨天高嘉瑜却在深夜 发了文说 酸徐晓星是逐科工程师吗 难道一颗一颗蛋要查验吗 那么引起了双方互相不同的对战 以至于在网路上 深夜还在互批啦 所以两个人深夜互批可能比较累 现在我们等一下巧心到现场来 因为无论如何 这个蛋的议题 对于所有的民众来讲 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说我们在缺蛋的时候 进口的蛋 一颗成本最高可以到32块钱 而所有的补贴里头 居然可以六成是给了一家 成立短短 去年才刚刚成立 短短没有几个月 而且一人的公司资本额只有50万这样的公司 没有任何的工厂或供应链冷链等等的技术支援 至少在他的财报相关的配置里头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而这1.6亿的一人公司到底当中的采购价格是如何 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相关报道了 包括了这个价差5.7亿 居然是向农业金库借钱补贴的 那个经费还跟农发基金无关 让很多蓝色的立委都指一是单薄品不足 而且贷款程序不合法 那对民众来讲 这个都是跟民众息息相关非常严峻的议题 昨天深夜对战到半夜的我们的乔欣到现场 大家好 钱圈好 乔欣今天很美耶 真的吗 而且我化了妆来 对 我等一下还要去记者会 就是我们要持续在立院党团这边 针对这个蛋的事情进行一些工访 你今天是不是有特别请书画还是自己画的 没有 我自己画的 我现在越厉害了 特别要赞美她一下 我自己画的 因为平常以前看到她比较长素颜 年轻嘛 素颜都还是很美 我经常盛装而来 对 那因为等一下要去立院党团 然后我们要持续的去把这个蛋的事情揭露出来 因为今天有几个议题 包括蛋我们马上要来谈 然后还有包括了今天静周看 有几篇最新的报道 关于在野合作 是不是真的已经 蓝白和谈得差不多 接下来郭台铭被边缘化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议题 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奇 新竹市政府副市长突然人事地震这个事情 蔡立青的理直又是代表什么讯息 我们先从蛋开始 高嘉宇怎么会深夜半夜突然发了个文 那说你是要难道一颗一颗蛋的来检验吗 我们刚刚有同事很认真 真的听了你在中天上面的评论 当时你是说蛋呢 的确是用抽检的方式 不可能一颗一颗检验 那你抽到的才有问题 才退回去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数量是没有被抽检到的 这是我们的担心 这是一个担忧 就我们当然知道鸡蛋它不可能逐科检验 一定是逐批 可是既然说巴西的蛋是有问题的 那后来已经抽到了 哇其实是非常大一批 那大概八千多公斤 全数的要退运 那我们就会担心说 那巴西的蛋的品质如果不好 那后面进来的跟前面进来的这些题字里面 会不会有漏网之蛋 那所以说具体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要政府逐科查验 而是先去盘点跟清点 目前巴西的蛋 在我们政府里面还有多少库存 那再依它的这个量 我们去计算一个比例 再次的抽烟 让民众安心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诉求 我不晓得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他们会不同意 然后甚至去把这个焦点转移到 变成说 我说要逐科查验 不 我说的因为不是逐科查验 所以我们担心会有漏网的蛋 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这其实是农业部应该要提出来的解方 但他们不提解方 他们只会告人 只会说不排除告人 甚至连提告都不敢 那我们就帮他们想办法 那我们想到的办法 当然也不是什么逐科查验 这种这个话 只有高家宇委员跟绿营的侧义在说 我说的是去清点现在目前的科数 再去做一批的抽验 安国民的心 因为高家宇跟你不同的选区啊 对 那深夜突然发文 针对你这件事情来批评 你观察是有什么特殊的现象 在其中吗 我觉得就是说相声率低头啦 那我其实昨天的文章 我也没有批判他非常严重 男教大好姐姐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他的苦衷 尤其在这个TVBS的民调出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吴辛黛的参选 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冲击 那吴辛黛在前一天 他也抹黑我 讲说呢 我讲说这个验出来的不合格物 会致癌 说我是造谣 说我是错误的讯息 但过去呢 林杰良医师以及其他的医师 都曾经说过 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抗生素 是有致癌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2002年禁用的原因 如果吴辛黛说的是对的 那请他将开放该项的抗生素 列入农药的合法使用 列为他的证件 我笑他不敢 我笑他不敢 因为之所以会被列为 不能使用的禁药 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他的原因就是 可能会成为致癌物 那所以我们不让他演 过去曾经我们也一度 再包含是 我们台湾的蛋品 曾经验出来过 我们也是用最严格的 食安标准看待他 那这是第一次 被验出来 有这样子的一个 抗生素的药剂残留 政府告诉我们说 没事没关系 史上第一次 过去不管国外国内的蛋 只要被查获 都被视为是严重的食安事件 但因为今天 动摇到民进党的党本 所以他们告诉我说 多吃一点也不会致癌 那请你跟你的孩子们去吃 请不要让会担心的民众 跟他们的孩子去吃 所以如果无心带他认为 吃这个没有问题啊 有药剂残留又怎么样 那请你列入证件 开放这两项的抗生素 作为我们的鸡汁跟鸡蛋 可以合法残留 我笑你不敢 所以你认为高家瑜之所以 会用这个议题来攻击 或是来批评 是因为他的对手 无心带的攻击批评 对这个议题有声量了 他必须要跟着回应 也是为了自己选情 现在告急了吗 真的我觉得 就是民进党太逼他了啦 然后民进党就是会 一直去攻击他 甚至像王世坚 他这次有讲说 那个他觉得这次 但的事件很离谱 五十万的资本人的小公司 为什么可以做上一个标案 也被民进党的 律令测译洗版啊 所以他们在民进党里面 真的已经没有 言论自由的空间 没有办法监督 如果你不跟着党走的话 然后你就是吃一顿粗饱 我觉得这个比林秉书 打他还可怕 林秉书打他当然不对 那是肉体上面的疼痛 但是我觉得 民进党的这些激进的支持者 跟这些塔律班测译 对他的攻击 那是心灵上面的折磨 所以我觉得 好不容易替你们 攻下一席 立法委员 那这个是在一个 蓝大于绿的选区 你们不好好保护他 还一直出征他 霸凌他 羞辱他 然后要逼到他跟你一样 我记得高嘉瑜 出过一本书 叫做相信自己 在他第一次选立委的时候 我觉得那本书很棒 那也写出了一个 没有政治背景的女孩子 怎么样靠自己 力争上游的这个故事 那但是 如今他从相信自己 被逼到只能相信政府 相信党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悲哀 我觉得高嘉瑜的改变 他的变质 他的转变 是民进党造成的 是民进党的悲哀 当然我们昨天在新闻大白话上 讨论了这个 但最新的几个发展的趋势 比方说 希望能够公开 到底好吧 那你跟超市的合约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具体可被检验的事项 那农委会部长 农业部 对不起 农业部部次长 他就说 其实记者会都解释很清楚 政府采购有一定的程序 那如果想要有第三方 调阅公开资讯的话 例如合约 只要按照程序合法提出申请就好了 那一直这样搞下去 只是喊话会没完没了 但是昨天当然在立法院党团的部分 国民党的立委也提出来说 这个进口单加差5.7亿是向农业金库借钱来补贴 不管是贷款程序不合法 或者是后续的现金流调度 甚至是后面产生的利息等等 都跟攸关我们的人民纳税钱 所以你们今天记者会 针对这几个部分继续再追吗 第一个 因为我现在不是立法委员 所以没有办法调阅资料 那这要请我们国民党的其他好同事来帮忙 那调阅资料的方向 目前应该要分成几个 第一个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 农发基金并没有去向超市付款 而是由这个农业银行去贷款 那这里面有违反营养法的问题 因为农业银行它是一个银行 所以如果你要向银行借钱 所有人都知道 要向银行借钱需要什么 需要担保品 但农产品不能作为担保品的情况之下 那请问我们当时续产会 在向农业银行贷款的时候 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担保品 作为未来如果可能发生亏损的时候 银行可以向你讨回来的 那政府部门可能不用 但是续产会 它不算是政府部门 它只算是说跟政府部门 有强连结的相关基金单位 所以如果由农业部 向这个农业银行借钱 借贷 政府部门的借贷 这个愈法有据 可是续产会 向农业银行去借贷 这个是愈法无据 所以这个有违法的疑虑 那我觉得有违法的疑虑 之后甚至 我们在研究完成之后要告发 那再来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批经费是来自于农业银行 而不是农发基金 我们就应该要检查的是 续产会跟超私之间的 款项合发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呢 到底超私的货 是按照案例来说 超私的货 要进到台湾以后 然后呢 整理好了 然后再卖给这个 我们的政府 比方说卖给续产会 续产会确认了 我们的政府部门 确认了这批 但没有问题之后 再把钱拨款给 这个超私公司 这是一般正常的一个 企业的营运流程嘛 那但我们现在质疑的是说 如果今天是由农业银行 借钱给续产会 而非农发基金 跟政府单位 又有一个差距的话 那请问你拨款的流程 是在货到之前就付款了呢 还是货到以后才付款 这个又会牵扯到说 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有没有你的行政流程 疏失的问题 甚至有没有特定去 图例超私这个厂商的问题 所以现在应该要 调出的资料是 每一笔 你就算不告诉我 合约多少钱 你又要封存30年 但你现在至少要告诉我说 超私这家公司 到货的时间点 跟你付款的时间点 我们把所有的批次 去对一下 确保说你向银行 所借贷的钱 你是有按照 政府部门 应该要做的这个流程走 而不是只按照你 基金会的流程 随便乱走 因为毕竟你最后的这个钱 还是纳税钱嘛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把关 所以它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续厂会 它没有 它没有与法无据 违反银行法 向这个农业银行去借贷 去支出 而不是农发基金 第二个是 续厂会在付款的时候 有没有按照我们 一般政府部门的原则 去付款 还是说你的付款方式 有可能导致 我们其他的亏损 或是土利厂商的嫌疑 因为土利厂商 这一块的质疑 大家脸忍不都会联想到 当年小吃店可以接 16.5亿元的快筛订单 本来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的 小吃店一摇身转型 只要有民营党党政关系好 16.5亿元的快筛计 而且卖的比较贵 这个成本当中 有没有我们拿纳税权 去过于补贴的 而这个厂商有没有资格 如何经过合法的审查 当时就一直没有办法追出答案 现在又来了 几乎都是相同的模式 一家过去好像说是 某一个蛋的商业的模式 里头的商家的亲戚 就可以去成立一个一人公司 然后没有任何冷链供应厂商的 这个配置前提之下 就可以通过 然后拿到这些蛋 而且他的50万资本额 已经够小了 可是负责人的出资 只有一千块 等于是0.2% 所以就算赚钱 这个秦女士 她也赚不到多少钱 那我想问 在这个50万资本额里面 其他的99%的股东 到底是谁 到目前超司没有告诉我们 除了秦宇桥女士之外 还有谁参与在这家公司的 营运跟投资当中 这些人才是真正赚钱的人 然后这些人才是真正 应该要负责的人 而不只是秦宇桥 她出资一千块钱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完全都看不到 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要点出说 在8月15号的时候 曾经超司被验出一批 有药残被退运的商品 的原因并不是说 我要什么逐科查验 不是 我是要点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当超司公司进口的蛋 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合约里面 有没有办法要求代理商 那做相对应的赔偿 如果今天这家公司有问题 比如说她倒账了 比如说她跑路了 比如说她进口的蛋 就像我这次发现的 有食安问题的时候 她的资本额只有50万 赔得起吗 代表她赔完50万以后 她就双手一摊 就可以走人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说 像不管做疫苗的 这个快筛的采购 或者是现在的农业的 蛋的采购 这么大笔的采购 你应该要有一定的资本额 不是说小资本额的人 不能做生意 你一般要去做生意 没有关系 可是但是 像现在跟政府做生意 如果你资本额太小 小到出事情赔不起 那政府怎么能够 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跟对方做生意呢 所以我这是举出的 这个食安问题 主要是要凸显出 资本额太小 那当出现食安问题 当这家厂商不对劲 当他有问题的时候 那谁来赔偿 50万就赔掉了 那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他能够负担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跟成本吗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前面已经有200万小吃店的 买快筛的教训 但他们不听就是不听 到现在剩下50万资本额 他们也要让他去操作 上亿的这个周转跟杠杆 其实这跟屡约保证的概念有关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想 会透过续产会 或者是一些民间机构 来做这个采购 甚至付款 可能这个采购合约 在农业 现在农业部 这里是看不到具体资料的 因为他不是标案 他有可能就可以 透过这个灰色地带 规避相关的监督 对因为他不是标案 所以我才会呼吁说 农业部要调出来 我不相信立法委员没有调 我认为是根本没有给 我认为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烧这么大 怎么可能立法委员 不去跟你调这份合约 但你提不提供呢 续产会提不提供呢 愿不愿意以招公信呢 我们到现在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我们不知道政府像超司 买了几批 买了每一批 每一批的单价是多少 所以我们也无从计算 像超司购买这批 一旦中间政府的补贴或亏 或叫做亏损到底有多少 我们都不知道 但你用的最后还是人民的纳税钱 你却不给人民支的权利 甚至不断又不断的说谎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农业部是一个非常爱说谎的单位 像是呢 那个时候哦 8月15号验出了有药剂残留之后 包含巴西跟土耳其都验出有药物残留 在8月15的新闻采访当中 农业部就表明 因为验出这个药残很严重 所以未来不再像巴西下单了 也不再像土耳其下单了 可是这一次被我踢爆之后 农业部的说法竟然说 这个这不跟巴西下单这件事情 跟这个被验出有食安问题的蛋 一点关系都没有 纯粹是我们的蛋已经够了 既然够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向日本采购 为什么还要继续向美国采购 你的向国外采购鸡蛋并没有停止 你只停了巴西跟土耳其 而他们两个都是被验出药物残留 那在8月15号的时候 你们农业部也亲自的说明了 不继续去下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药剂残留 怎么会现在9月初的时候 你们完全变卦了 不认自己说的话 所以说一个谎就要拿另外一个谎去圆 农业部不断的说谎 我觉得只是加深了大家对他的不信任感 还不如你直接公布合约 以朝公信 我是很怀疑合约内容 定的有没有办法那么清楚 因为有很多规避的空间 那为什么还要国内蛋明明都已经提供量够了 还要一直补助 难道是被补助的这些单位 钱还没有赚够吗 而且啊他们那个无忌蛋行啊 农委会跳出来说 这个秦女士是因为呢 有一家无忌蛋行很有名 有时机在钢山 可是第一个有两家无忌蛋行 一家在钢山一家在三峡 在钢山的那一家 在16年前就已经停业了 你怎么会相信16年前有时机的人 现在能够做现金的生意呢 第二家是比较大的无忌蛋品 他在三峡 他已经跳出来说确实跟钢山无忌有亲戚关系 但他们不曾有业务的往来 那既然他们没有业务往来 你怎么可以说因为他生意做的大 所以秦宇桥女士 他就可以有能力去处理巴西的蛋呢 这都说不通 所以农业部很奇怪 他们一直跳出来帮超司这家特殊的公司 不断的护航跟解释 可是在在的被打脸 那拿不出一个说法来 那所以让大家更好奇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高人 靠了什么样的关系 才能够把这等于是 这整批进口蛋里面最大的数量 全部都给了超司公司 比我们的台农发买的蛋还要更多 太强了 对啊 那他比我们的所谓的鸡蛋国家队 大家还记得这个名词吗 过去民党政府告诉我们说 他们要搞鸡蛋国家队 结果鸡蛋国家队搞不赢一家武算资本额的超司 那这个是成何体统 这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猫腻跟问题 难道不应该好好说明吗 好我们就写下 马上回来 拜合啦 好的好的 其实你知道新竹那一场啊 我们很多人到现场都还在台上 大家还在问我们说 这到底是什么场谁办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被邀请的时候都说 那个是反贪腐 是要嫁民进党 所以镜球干这一篇 你有看吗 我给了你几个连结 就是 就是说什么中常会上 还有人 什么要让朱立伦去出席这一场啊 什么等等的 当时是真的 连很多去参加的人 都有点一头雾水 以为是促成在野整合的场子 那你所知道的 蓝白河的时辰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是吗 立伟的应该差不多了吧 立伟就这样啊 因为立伟的提名 基本上应该就是要 在九月之前完毕吧 因为不可能拖到太后 因为比方新竹到底 柯美兰的动向 是去接副市长还是 选立伟 就会影响到镇镇钱啊 他们应该是比较支镇镇情 我觉得 应该会放镇镇情 所以这可能就牵涉到 各个地方立伟的布局咯 对 最后再来谈新竹 不过真的新竹 我想说怎么副市长 真的只有一个 因为人口数比较少 我还查了一下 对啊 因为他们很小 他们几乎是一个议员的选举 空间很少 他们几乎就是一个议员的选举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时间到8点28分 欢迎回来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继续邀请 巧新 帮我们把 但之外 更多的 大家关心的议题 来 来好好的聊一聊 其中包括了 《监禁周刊》有好几篇系列的报道 其中就说 郭台铭独立参选之后 很意外的促成了蓝白盒 当然这个在政坛很多分析都认为 的确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他很具体的谈出来说 现在呢 蓝白直接要把郭台铭边缘化 9月谈立委 10月瞧总统 巧新说 其实据他所知道 立委是不是也瞧的差不多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立法委员 通常你在8月底 就会各党会等于是提名完成 那只是等到11月的时候再去登记 所以我知道的是 其实不管说朱立伦跟柯文哲 他们有没有见面 但其实双边都有蛮多的管道 然后针对一些事务性质的 包含说立委的选区 然后做一些的讨论跟交流 那所以像是最关键的选区 其实是在台中的第一选区 也就是说国民党可能会选择 离让蔡壁如 那其实这对蔡其昌的选情 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蔡壁如 第一个他过去也是立委的身份 第二个他有声量 在民众党里面 也算是比较知名的政治人物 那对上了蔡其昌 蔡其昌过去因为选过台中市长 所以他的资源比较多 再加上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长 所以本来他们的想法是 蔡其昌可以伸手伸脚 除了自己选之外 还帮别人选 例如帮林静怡选 因为林静怡那个选区 是五五波的 所以如果蔡其昌 能够多帮他一下的话 说不定他就可以赢过盐宽恒 他们本来的想法是 两边联动 但没想到说 这边的蓝白合作 变成是中一选区跟中二选区 也就是盐宽恒跟蔡壁如 某种程度他们也是互相有交集 然后一起共同作战的 这就让蔡其昌 他比较难施展他的拳脚 出去还要碰到说 别人的选区 所以对整个台中的选情 就会造成一个 对国民党或泛蓝体系来说 或我们讲非律体系来说 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 所以据说 最近的蔡其昌的选情 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呢 地方江湖传说 他想要选立法院长 那也得罪了很多 这个政国会的人 对 然后所以在民进党的派系里面 他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支持 那再加上就是说 蔡壁如她是 林立的进攻 很多的议题 包含当时 无期渔场的这个 建设经费 竟然10亿是分10年 跟前证这个差这么多 这个事情 她也有提出来讲 然后进行一些论述上面的攻防 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 这个整体的非律阵营 是还蛮大的 那对蔡其昌而言 确实这一席 大家不要小看 如果选到最后 那民进党是 可能国民党做了 真的有整合的话 那民进党可能在 这个蔡壁如这一席 民众党可能在蔡壁如这一席 是有机会拿下一席 区域立委的 那如果能拿下一席 区域立委 不要想说只是一席 这对民众党而言 会有相当程度的指标意义 因为他们能够提名的人选 并不是这么多 那能够找到的区域 也不是这么多 有可能原本评估都 全军覆没都不无可能 区域立委很难 如果说蓝白的共同合作 能够共推一席的话 那对整个在野轮替 这个国会过半的一个概念上面来说 也等于是多了一整席的空间 对于整个在野党来说 现在在野党来说 那我觉得也不无小步 那显然蓝白河看起来 从立委着手小鸡 来互助这个基本的江山 是这个方向在走了 你认为真的有 你就刚才写的说 把郭台铭边缘化 让蓝白河直接促成的 这样的局势正在推进当中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蓝白河的空间 一直不是一个四局 只是说他不是那么容易 由谁来谈 对由谁来谈 然后怎么谈 谁配谁 然后呢 他到底这个上面的人 他们自己能不能接受 这如今普通会是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也是关键因素 那这并不是我们作为立法委员候选人 能够智慧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太谈这个议题 我们都尊重党的安排跟决定 可是你说民间 希不希望看到在野整合的力量 当然希望嘛 现在不想要投给赖清德的人非常的多 可是至于不想投给赖清德之后 想要投给谁 每一个人各吹一把好 所以你才会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赖清德遥遥领先 不是因为他做得很好 不是因为我们打这些议题 民进党没有受伤 是因为在野没有办法成功整合 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以像我自己是支持整合派的 那只是在这个阶段九月份 那还是在一个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的阶段 谁的民调能够冲起来 他在未来的整合上面 他就能够取得比较高的话语权 跟比较大的整合空间 那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当然不希望就开始讲说 那到底是柯侯佩还是侯柯佩 这样讲起来对两个人而言 大家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选总统 我就是要当政的 也非常的合理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也确实都提名了 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都是要帮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那让他的民调能够有其色 争取到更好的整合空间 这当然 郭台铭的角色如何 会是成为一个关键 如果就巧心分析 现在大家都在各自充民调 而现在民调数字 不管TVBS啦 或最近有一个爱洛普 等等的各种民调里头 看起来他的民调支出大概都14 甚至10左右 在这样的区间 那所以下个礼拜一据说 就要公布副首人选 有各种猜测 什么林志玲 还不会是我 因为我还没有满40岁 副总统 也是一样40岁 也要 所以你有听到任何的消息 或者是说 他这样充实对于他的民调支持度 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的是 昨天的TVBS的民调 加入了郭台铭之后 调最多的竟然是赖心得吗 9个百分比 这个让大家有一点点吓到 就是说 结果影响到的最大不是柯文哲啊 是赖心得啊 但我想赖心得的民调调 跟他这一阵子 包含从云报 云报小公主 赖品渝 然后还有这个超司弹的这个失分 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啦 我觉得跟郭台铭的关联性 可能不是这么大 最大的还是因为民调做不好 然后呢 他过去的这个 所谓的过境美国的红利 那一下下之后呢 就泡沫滑了 他就又回到正常的赖心得 那就是30%左右 那至于说郭台铭影响到的 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柯文哲 跟侯友宜比较多 那其中又对柯文哲的影响 确实比较大 对侯友宜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郭台铭他 到底会不会参选到底 那可能一直会是 到11月的一个议题 联署输搜的怎么样 也会有一些讨论 可是我觉得 以侯友宜阵营来说 以国民党来讲 不应该也不需要 再拘泥在这些议题当中了 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 其实就是一个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第三名 还是第二名 那你打了第二名 有用吗 大家想要看的是 你成为第一名嘛 所以不管今天是第二名 第三名第四名 我们主要的对手 都是那个第一名的 要有这样子的气魄跟决心 大家才会觉得你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他最近推出那个 八十两表的政策 是非常正确 所以我们很多的立委候选人 看到之后 也都把他列入了 我们自己的政界 甚至在地方上面 尤其我们面对的很多长辈 比如说那天他 侯友宜到我们的 三个主要的公庙 慈会堂 慈幼宫 跟奉天宫来 那中间致辞时间的时候 我就有跟 乡亲提到说 慧友宜他提了 这个八十两表废除的 政策 其实所有的在场的人 点头如倒算 本来大家都眼神放空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就政治人物来嘛 然后拜拜 封条雨胜 国泰民安 两岸和平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都眼神放空 可是一听到 八十两表废除 确实很多民众 他们在讨论 就说这个真的应该放宽 有关很多家庭 因为很多的家庭 他要嘛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 就是申请不顾管 然后照顾很辛苦 要嘛他思考到 未来我的人生 可能也需要被照顾 那如果我碰到的话 那该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年长的族群 甚至不用年长 我认为 五十岁以上的族群 就是你有照顾经验的人 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还没想这么多 但是呢 你有照顾长辈经验的人 开始 你对这个八十两表的 放宽的政策 就会非常的有感 所以我认为 不断的提出政策 而且这个政策 是提了之后 要攻击到 现在的执政党的 要让大家知道 这七年来 你该做的事都没有做 你就算现在突然说要改 大家也觉得 你是未选举才做的 那就会自然认为说 民党做的不够好 那我觉得赖清德的民调 跟这三件事情调 他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了 因为现在国民党 寄出党纪是越来越严格 对于小新来说 当时因为跟郭台铭 一起通台 主持活动 曾经是风头浪尖赏 引起了很多党中央的意见 那现在呢 在正式他宣布参选之后 党中央寄出的党纪 也就更严格了 就有更多的限制 但对你来说 你认为接下来 到底怎么样整合比较好 现在如果真的边缘化 郭台铭 或者是现在攻击的力道 还蛮重的 现在看起来在分析里头 似乎蓝白比较不互相攻击 看起来 那把这个炮火 往郭台铭这方面移动 但是有助于接下来 真的如果还有机会 再也整合吗 我觉得最后还是有的 就是说看他们谈得怎么样 那如果最后11月2号 连鼠叔也没有地 那郭台铭 他最后没有选择参选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还是有整合的空间 还是有互相拉抬的空间 你认为国民党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他没有选到底的话 就不应该放弃任何的机会 任何的选票 任何能够团结起来 就算是 如果今天有哪一个民进党的 愿意倒戈过来 他改成支持国民党 我也会欢迎他 高嘉宇吗 没有啦 他可能没有办法了 他也有点可怜 我好过去的好姐妹 感觉现在很惨 要开始重炮打 这个蓝白 他就是 就往生绿靠了 但你的确有需要这个氛围啦 在国民党党内 现在真的有像这样 一定要把 想办法把郭台铭给 边缘化 或黑化 或攻击化 然后主要的合作对象 已经锁定了 亲民党 对不起 民众党 抱歉 我们在前线作战的人 是不会 是我都讲很直白的 是比较不会去攻击 什么郭台铭的 那攻击郭台铭的人 坦白我不知道有谁 至少在台面上 所看到的 在参选的人里面 很少人在攻击郭台铭 因为大家都还是认为说 如果你最后也没有参选 就比如说 你连署书收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 后来你想一想 你觉得这样会保送赖金德 那你最后 你就没有地界了 那当然 11月开始 大家才真正 仗要打起来的时候 很需要我们 有多一个人来帮忙 多一个人帮忙 总比少一个人帮忙 好 所以在前线打仗的人 我所看到的是 没有人在批评郭台铭的 比较是没有直接参选的人 但是没有在直接参选的人 他们的活力可能非常的强 因为他们没有在选举 他们没有所谓说 希望各个支持者 那都是蓝军的 坦白讲 支持郭台铭的 不是蓝军的吗 是蓝军的 那你想不想争取 他们的支持呢 你也想 那何必要在这个地方上面 为难人家呢 是不会 那我们支持侯友宜 这个人家郭台铭的支持者 跟郭台铭 他们也都可以理解啊 大家都是明理的人嘛 知道国民党的 立法委员候选人 那他必须得支持 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个是天经地义 所以我不觉得 因为我们支持侯友宜 所以跟柯文哲 或跟郭台铭 就应该 或者就会吵成一团 不必要 这真的是 事实上现在是这样 一点都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都自己各自 有推自己的候选人 那互相的去拉抬跟努力 然后呢 用好的政策 来做竞争跟比较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大家共同的整合力量 是比赛说 谁把民进党的问题 凸显的比较清楚 那代表谁比较有能力 争取到民众的支持 谁的民调 可能就会比较高 他在后期 可能就会有比较强的 整合空间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才是正确的 这样延续下来的话 假设 今天就看今天的报道 术实 蓝白 谈得差不多了 9月谈立委 10月乔总统 那乔欣提出来是 接着11月 看郭台铭 当然啊 因为假设说 他最后觉得说 这样子的组合 已经有两个人配对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配成功 但假设是 按照周刊的说法 是这样子的话 那 郭他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是 他要选到底 那让赖清德很容易当选 还是他要加入整个 所谓他现在也在 失称了这个 主流民意大联盟嘛 这个时候真的 他就会变成一个 主流民意大联盟 那真的有主流民意的 大联盟诞生的时候 郭台铭他加不加入呢 我相信 以他的智慧跟高度 那他也有机会选择 跟我们共同作战到最后一刻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 跟整合的空间 还有可能 这一点我来讲 我觉得是我最有感的 因为我是经过初选的人 就是我自己在这一次 能够被国民党提名 我也经过初选 那有初选也会有裂痕 所以在我刚通过的时候 也会很多人讲说 那徐曹兴在整合的问题上面 怎么样怎么样 确实这几个月来 我都在努力的处理 整合的问题 那也跟大家报告是处理的都差不多了 很多过去他可能有 自己选边站的 比如说里长等等的 一个一个的拜会 跟一个一个的拜托 一次一次的整合 也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对对 大家很多人 也有人说被我感动到 然后所以他 现在他愿意全心全意的来支持我 这样子的人也很多 但是那是因为我没有放弃啊 我没有因为人家一次两次不见我 还在那个情绪里面 我就放弃跟他的合作或是机会 那只是时间的 要有一点时间 不能那么急 整合是切记急躁 整合切记急躁 你急着要见对方的时候 对方那个压力很大 但是呢会水到渠成 我是相信这样子 就等到对方也心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挑战看看 我们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我们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忙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的那个整合 他才能够成功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所有的力量我们都不要放弃 那我们都多说好话 那尽量的还是 以后期的这个整合为目标为前提 去努力去做 那这正是因为我自己有碰到这样子的相关经验 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你看起来 他一开始让你觉得绝对没有机会了 可是你不断的三顾茅庐也好 好好地跟他谈 然后跟他成 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之后 真的人心是会变的 人心是肉做的 他是会被感动的 他是能够大家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比方说我20年国民党老党员了 光是你是国民党的 我就会支持你 那何况你让我现在觉得很感动 好我觉得我们是一起的 那这样子的话整合就成功了 所以他们现在当然 我拿立法委员的整合去讲 这个是小物件大物 他们的难度比较大 可是我们以小件大 那就会感受到说 不要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还是有机会的 像小新有一度也切心吗 说不要打别人了 现在还是付出来打啦 这代表是好事嘛 总是会走过那个坎儿 往更大的目标来前进 那个时候不管我们说什么 好像都是错的 不管我们说要整合不整合 好像都会就是被各方 大家在那个情绪点上面 然后甚至连我们要去打的 民营党的弊案也好 民营党的问题也好 大家都暂时不想看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功能好像就 功能性就减少很多了 因为我们的存在的功能性 并不是要在国民党的纷争里面 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功能性是 民进党现在执政不利的时候 我们要把每一个问题 给清楚的揪出来 所以现在这一个 这个半个月以来 从前瞻到云报绿能 再到淡的事情 我觉得终于还给了 我们立法委员 包含候选人们 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没有了吗 没有 不是 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什么意思 他们应该还在找其他的人 我只是先被问到而已 他们可能还有在找 他们可能想要把 所有人都找完之后 才要开记者会 因为好像比方说 叶人之好像也被问过 然后问完之后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对 他们好像是说还没有 时间还没有到 就是在等他们的通知 所以这件事应该是 也没有说不是 只是说 只是说 因为我们都是觉得说 不管今天挂不挂发言人 我们都一直在前线发言 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 真的没有差 只是说如果有 在跟党务系统 然后加上伙伴 大家分进合集的策略分工 会比自己大 好啦 也不会 因为我现在也还是 都会跟他们联络 就是有什么事情 也都会 比如我打什么 我也会跟他们讲 讲说 我觉得这个怎么样 怎么样 那要不要做事 就是看你们 对啊 我会把最新的讯息 都会互相串联 一直都会 就是我们 并不会因为 我们是不是发言人 然后我们就不做 所以现在跟伙伴 沟通也是很顺畅 也没有每一个人 就本来 本来在里面 本来在里面 合作比较顺畅的朋友 因为 我们很多都是讲 民进党的问题 然后都要很怕说 就是有些 嘴巴不紧的人 然后提前泄露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10月到8点48分 我们继续来聊几个相关 今天大家很关注的议题 其实昨天下午 我们下节目之后 我就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大家就觉得 哇 很关注 我一直想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也稍微打听了一下 新竹市政府的人事地震 副市长 蔡立青 离职了 大家看到第一个反应是说 哇 他是检察官出身 当初到新竹去上任的时候 就是被认为 为了大密保而来 尤其是当时高宏安手上 有很多的相关的 这个司法案件 被追诉当中 结果想不到 已经正式被起诉了之后 正要进入一审的阶段 反而蔡立青离职了 那只是一查 因为我们在其他县市待久 都觉得 副市长如果到时候真的有 万一司法在一审 出了什么状况 需要代理的话 总是好几个副市长 不对 新竹很小 他只有一个副市长 一个副市长而已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缺 如果到时候 万一真的不小心 在司法战当中 那么高宏安受了什么 一审审判的有罪判定的话 很有可能 就副市长必须代理 那你怎么看 包括文化局长 包括副市长 这一次的突然在他 高宏安出访前的人事一栋 就我所知 这个副市长蔡立青 他在这个 不管是司法界 或者是说 检察官界 然后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政商人脉 是蛮多的 好那讲蛮多 我是讲的是比较正面的 那负面的用词的话 就是比较复杂 所以其实 听闻说 蔡立青可能做不久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听到 大概三四个礼拜以上了 所以他显然不是 现在才说要走的 突然说要走的 他可能本来就有准备 要离职 或是跟高宏安的市政府 在相处上面 并不是这么的适合 但是呢 相处嘛 因为像比方 你看自由市报 刻意当头版头处理 还要讲 背请辞 强调这个是 在高蔡新杰 当中所发生的事情 你认为呢 我知道的是说 他们的这个相处上面 可能没有这么的顺 因为蔡立青 她有蛮多的一些 这个各式各样的交友管道 然后呢 有各种不同的 来自各种不同派系 跟政党的朋友 那所以或许 在这点上面 那他们希望 在 他们希望的副市长 或许 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啦 或许是希望是说 跟他们更 有直接的信任关系的 好 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 我是市长 那尤其我又碰到 这种民进党 我认为是政治追杀 那副市长 他很有可能 接下来要代理我 那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存在的时候 我会希望 我的副市长 是完完全全 我自己人 而且有点 政治任命的味道 对 政治任命的味道 而且他 接下来要帮我 把整个新竹顾好 而且呢 不能变成是说 好像民进党的人 就差进来了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政党色彩 就突然变掉了 他的原本 他的政策 他希望维持的 这个政见的目标 跟他的 整体市政推动 还是要是高宏安 只是说 他是一个代理人 所以说 我或许是 蔡立青 他没有办法担任 高宏安的 代理人的角色 所以在副市长 这个位置上面呢 可能就没有 这么适合 这或许是 他一个离职的 一个主要原因 这就我了解的情况 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但是好想知道 小智的大秘宝 还有哪些啊 林志迁 在新竹市长 正在被包装成 一个金铜一样 结果后来发现 其中臭不可闻 有那么多的案子 还没有被找出来 那倒是要先 在司法追杀 这一个阶段上面 高宏安 如果先被弄下来的话 那当然 小智就安全了嘛 那所以接下来 谁接棒很重要 所以有传出来说 有可能是 柯文哲的包妹吗 柯美兰 那当然 我上一次去访问 柯妈妈的时候 就特别问了这个问题 因为地方上 像郑正前 自己就很担心啊 就听说高美兰 要选立委 隔几天又说 不选立委 隔几天又要选 所以可能他心意 还举气 还不定 有一首歌 还没有决定 那有没有可能 是到市府去 接下副市长的位置 也帮民众党 卡住一个 重要的政治人民 我觉得如果有的话 其实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说呢 加强高宏安 跟柯文哲之间的 联系管道跟关系 跟民众党的关系 以及柯美兰 他作为一名医生 那我相信 他的这个 头脑思辨的能力 跟其实有能 就是有机会去把 这个副市长的位置 做好 但是因为我不确定 柯美兰跟这个 高宏安之间的 信任程度跟关联 对 因为毕竟呢 过去高宏安 他虽然是民众党的 但他跟这个 郭台铭的关系 相对深 对 相对是更深 更熟识一点 那我觉得 现在这个副市长的 这个职缺的人选 是非常重要 对高宏安来讲 你一定要选出 是你能够 全新信任的代理人 好 这样才能够 这当然我们也是 祝福他说 他在一审的时候 是能够无罪 继续去担任 新竹市长的 这个位置 推动政策 但假如说 有一个万一 那你因为一审 你不能继续担任了 那由你的副市长 来代理的时候 他能够作为 你的代理人 那全全的 就好像 高宏安2.0一样 那等着你在下一审 无罪的时候 那你可以回到 你的岗位上面 继续推动你的政策 所以这个副市长的位置 是不是柯美兰 那我觉得 柯美兰本身的能力 我并不特别去怀疑 但是呢 他跟高宏安 有没有这么直接的 信任关系跟管道 或许才是副市长 这一席 应该要首先 去考量的 因为先前我听到 有些名嘴朋友嘛 就一想天开 就说干脆 柯文哲去接副市长 那到时候 就可以直接 领导新竹市等等 那似乎 大家往这个方向想 才会想是柯美兰嘛 那柯美兰 因为他自己 也是医生出身 那在新竹在地 但是他自己 目前受访的时候 发出新闻稿 也澄清是 媒体告知 才知道 蔡立青 离开市府的事情 而且并没有关系 他自己 是不是要去接任 他没有承认 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对 因为这些消息 有的好像是 王毅川吗 还什么 就是一些人在讲的 我不太确定 就是说 有一群人呢 就在 某一些电视台呢 就每天就是在 攻击高红案 就照三餐 攻击高红案 然后放出很多 对他不识的 这个消息 其实我都有看到 就大大小小的 各式各样的都有 那所以说 这一类的这个谣言 在现在 尤其是当副市长 请辞之后 一定是盛销成上 所以很多讯息 都是听听就好 但我对于 这一席副市长的 挑选的态度 我是认为 一定要找到 你值得够信任的人 因为高红案 已经很多次栽在 我觉得团队的经营上面了 那既然现在是做市长了 那我觉得 不能再输于团队的经营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副市长的 接棒的人选 是不是你能够 全新信任的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后续包含整个 司法体系 那之后 对你的这个判决以后 整体的规划跟策略了 因为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新竹大秘宝啊 小智还有那么多的议题 需要被检验啊 是 新竹棒球场 我们现在经过MLB的调查 我们才知道 我们之前说他是公园 还是呢 太盛赞他了 原来是连高中的操场都不如 这是MLB说的 那翁达瑞批评MLB之后 民进党也吓到 就是真的要得罪 这么广大的棒球球迷骂 民进党也不敢上这台车 所以当然要继续 把这些案子追踪下去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新竹这个议题上 当然很多人都担心 是不是真的 好不容易高红案 应该也不算在也真的有合作啦 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有推候选人的 只是后来被弃保了嘛 高红案好不容易在野的情况之下 取得了执政权 那么要好多弊案要查的 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所以显然 是不是真的有心结 不知道 跟所谓的副市长之间 被请辞 事后才知道 原来我丢官了 这也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 后续就发展了 就希望还能够让新竹这个地方 能够让真相被找出来 好 今天谢谢巧新来我们节目咯 谢谢 待会要继续把烟开节目会 对 记者会 继续追打干的事情 大家说你不要越美哦 谢谢 大家健康拜拜